今天的華視五間新聞 新聞開始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這個恐怖的汽車旅館裡頭 竟然是藏有針孔 好 在高雄小港區的 這一處汽車旅館 有一對入住的夫妻 他們住進去之後發現說 用來固定電視的四個螺絲孔當中 其中一個竟然是藏著針孔攝影機 他們嚇得趕快報警了 不過業者卻變稱說 這個應該是先前入住的房客所裝設的 可是受害的父親 當然認為說這個業者也必須要負點責任 而且現在還傳出說 他們汽車旅館的老闆是檢察官 應該不要把這個事情鬧得比較好 那麼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傳聞 業者是出面駁斥了 他說他們的老闆或者是股東 沒有一個人是有檢察官的身份的 不過現在雄簡知情之後 也連夜發出了聲明 表示絕對會清查到底 好 接下來看到這個 疑似是詐騙集團 黑吃黑 結果引發的擄人勒贖事件 這名陽性男子呢 他疑似是把這個髒款給私吞了 那麼集團成員很生氣 因此呢是打電話給他的家人 要他付200萬元贖金才肯放人了 好 那麼結果呢 這個家人非常的緊張 因此打電話報警了 那麼警方也來到了 雙方約好要拿贖金的地點 鳴槍示警直接抓人 好 繼續還要帶您看到的是 六歲的抗癌戰士小溪 他在去年十月呢 是查出罹患了 DIPG腦癌第四期 甚至呢被宣判只剩下一年的生命 現在呢在救命的療程呢 卻受到疫情攪局 小溪在5月13號確診了 但是30號呢 他必須要來進行治療前再一次的PCR 結果還是呈陽性 但是呢13號的確診登錄呢 是沒有確實來完成 導致說小溪呢 被判定呢是30號確診 還必須要隔離個14天 定好的療程 現在也因此得延期了 好 不過他現在呢 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癌症的病症 讓爸爸非常的焦急 因此呢是在臉書上面發文求救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說呢 第一時間就有跟爸爸聯繫了 也給予協助 目前小溪是已經住進了榮總 而且呢因為是5月13號的舊案 所以呢可以如期進行治療 好 不過本土的疫情狀況 會怎麼樣來發展呢 其實到今年的5月底為止 本土的確診個案 是已經突破了200萬例了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說呢 現在全台的染疫率 來到了10% 這個是疫情的高點 至於高元期 什麼時候才會趨緩呢 現在呢有許多的專家認為說 應該要開始走下坡了 包含像是中國醫感染管治中心的副院長黃高斌 他就認為說啊 目前中南部的疫情應該是 處在這個高峰期了 所以預估呢 端午人家之後呢 這個整體的疫情狀況 因為應該會開始往下降啊 最快在6月底就有機會 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而至於台大公衛教授陳秀欣呢 他也認為說 未來這一兩個禮拜呢 疫情應該是有望可以往下掉的 那麼各個年齡層的感染率呢 若是以18到29歲的族群來說 12歲以下的兒童呢 其實也不少啊 只要呢 可以來控制好這個中重症的病例 那麼未來疫情呢 應該就有機會能夠流感化 好 那麼繼續要對大家來關心的是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啊 所以勞動部統計了最新放無薪假的人數 是新增了1412個人 那麼六成呢其實都是這個住宿 還有這個餐飲業者的 那麼為了要振興觀光呢 交通部呢已經向行政院來爭取60億的預算了 那麼接下來呢 也會有許多的這樣子的一個補助方案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 包含像是國旅自由形的補助啊 接下來要是週日到週四的住宿的話呢 那麼每個人每一晚呢 是有機會補助800元的 好 另外還要來看到有什麼樣子的一些補助呢 包含像是呢國旅出團的補助喔 每一團若是15個人以上 超過兩天一夜的行程的話呢 也會有機會補助2萬元 好 原本呢是打算說呢 9月再上路的 不過現在有許多業者抱怨說呢 撐不下去了 因此呢 昨天交通部長王國才呢 與相關的業者呢 座談之後 拍板呢將會提前從7月15號就上路 好 明天就是端午節的廉價了 高公主預估啊 從今天開始呢 就會湧現車潮囉 而三天端午連假的擁塞路段呢 有32個地方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要盡量避開一些尖峰的期間了 那麼至於天氣方面啊 從今天開始呢 各地都會是維持呢 比較炎熱的一個天氣形態啊 預估呢一直到週日之前呢 各地的高溫都有機會是來到35度左右 所以外出的時候一定要多補充水分了 那麼另外到下週一開始呢 這個封面就會慢慢接近到時候天氣狀況會變得 又濕而且又熱的一個情形 那到了星期二之後呢 滯流封邊就會來到台灣了 預計呢下一個禮拜開始呢 又會是這種天氣狀況比較不穩定的一個樣子了 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未來這幾天雖然說呢 天氣相對來說比較穩定一些 但是要特別留意就是午後的降雨 甚至會出現雷震雨 包括像是在花蓮呢 就出現像這樣子啊 整片天空的閃電閃不停 就像是水墨畫一樣 好的 其實我們要提醒大家就是午後在山區會有一些雨勢的發生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到在南投啊 這個之前有個車主呢 他是從這個埔里往國姓鄉走 當時下著大雨 沒有想到呢 他在閃避泥流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呢 對象車道呢 有一個超級大的輪胎呢 朝他這樣子滾過來 他是嚇壞了 趕快閃避呢 才沒有被這個大輪胎給波及了 好 那麼另外呢 在國道3號台中清水路段呢 也有一輛轎車呢 因為天雨陸滑 結果撞到了這個護來 兩名員警在警戒的時候呢 又有一輛車打滑失控衝了過來 員警呢 是趕快呢 翻越了這個護欄喔 跳到了對象的車道去 才真的躲過一劫 好 接下來看到這個光點到底是什麼呢 有民眾在荷寬山武嶺上面呢 是拍攝到這樣子的一個風景 結果呢 意外拍到了不明的飛行物喔 好 那麼從半鏡頭當中可以拍下呢 這個物體當時呢 是從山的另外一面呢 突然間衝到了這個雲裡頭去喔 那麼隨後呢也從另外一側呢 出現了一個物體 然後呢在雲中呢 這樣子進進出出 最後就是俯衝直下 在這個空中呢 是以直角的方式呢 停了下來再往上飛 由於這速度呢 真的是非常的快啊 大家呢在想說 這是鳥類還是昆蟲呢 結果一拍之後 PO上網路馬上引發討論 好 接下來要來看到就是呢 美國影星強尼代普跟他的前妻 安伯赫得互控誹謗的官司喔 在當地的時間呢 是終於在1號的時候做出了判決了 陪審團呢是裁定說 強尼代普他贏得了這一起官司 並且呢獲得了1000萬美元的 這樣子的一個賠償 至於安伯的部分呢 則是獲得了200萬元的補償性賠償喔 好 雖然說呢 這個強尼代普他本人在裁決的當天呢 是沒有到場的 不過呢就在勝訴之後呢 他也對外發表了聲明 他呢表示說啊 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並且呢高呼真相不死 感謝陪審團呢 讓他重獲了新生 至於安伯赫得的部分呢 他則是呢在網路上面呢 寫下啊 他真的很心碎 也很失望 甚至呢還痛批說 時代退步了 讓他失去了最基本的言論自由 好 再需要來關注的是 美國又發生了血腥的槍擊案 在奧克拉荷馬州的 這個土耳沙 有一間醫院驚傳槍響了 有一名男性槍手呢 他是拿著槍 然後闖到醫院呢 來開槍 這一次的事件是造成了 院內四個人死亡 隨後槍手也輕生了 那麼當時醫院裡頭呢 還有很多的醫護 以及看診的民眾 大家呢走出來看到警力高度的戒備都嚇壞了 也忍不住感叹說 現在怎麼會連出個門都這麼危險 接著要來關心的是台灣並沒有加入印太經濟架構 不過台美經貿的關係似乎是有了重大的突破了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正中呢 以及美國副貿易代表碧陽奇 在昨天晚上宣布要啟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要來推動雙邊的貿易 改善供應鏈 還有加強技術出口等等的管制 長期參與我國經貿談判的鄧正中他直言說 已經等了30年了 現在終於等到了 民進黨立委也肯定呢 這將會深化台美之間的關係 然而國民黨方面卻認為說呢 這之中並沒有納住商品 還有一些服務業等等的項目 認為這只是執政黨的另外一個大內宣 好 跟騷法在6月1號上路了 那麼雙北也接獲了首例的報案 有一對已經分手的情侶 這個女方受不了前男友 長期用簡訊還有電話來恐嚇威脅 因此在1號的一大早呢 是尋求警方的協助 而袁景呢也對這一位前男友 發出了書面告誡 他最終呢有可能會面臨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好 繼續來看到跟疫情相關的話題 在彰化縣有一名確診的男子 他呢原本應該是要做居家照護的 但是由於家中呢 他的太太是長期洗肆 他很怕說呢 自己確診回家會感染給太太 所以他就不敢回去住 然而呢現在在彰化縣 所有的防疫旅館呢 都表示說只收呢 境外返台的隔離者 所以呢他也沒有辦法去住 最後呢只好是睡在車上了 那消息一出之後呢 現在衛生單位也回應了 目前正在幫他安排檢疫的場所 讓他不用再以車為家 而另外在屏東則是有一位陳小姐 他三個月大的兒子確診了 因此送到這個輔英醫院去急診 沒有想到等了兩三個小時之後 才終於有醫師幫他看診跟開藥 好 他原本想說呢要讓小朋友住院的 但是醫院表示說呢這隔離病房是大人小孩一起用 裡面沒有空調 胃浴也要共用 這就讓陳小姐根本不敢讓孩子去住院啊 擔心說呢小朋友又沒有打疫苗 這樣子跟確診的人共住會引發重症啊 不過呢當時的醫院現在也出面回應了 說家長誤會了 因為呢不管是確診的大人或是小孩呢 都會住進專責的病房也不會共住 端午節就快到了 不少民眾為了應景啊會紛紛的去買肉粽 一大早呢在高雄鹽城區的這個肉粽老店啊 店裡頭呢堆的粽子跟這個小山一樣啊 購買的民眾也陸陸續續上門 而另外一間呢人氣的肉粽店呢 是採這個預約制的要管控好數量 因此呢店門口掛上了這個玩獸牌啊 如果臨時想要買的話恐怕也得碰碰運氣 好 現在呢是西瓜的產季 但是您知道現在呢在這個西瓜田裡面啊 動輒上千棵甚至上萬棵的西瓜 要怎麼樣分辨好壞嗎 這全都得靠西瓜鑑定師啊 他們呢會選出最漂亮最飽滿的西瓜 然後呢在上面蓋個印章 再以人工的方式來搬運 整個工作流程啊 從清晨到黃昏非常辛苦 我安 您好 我是莊宇杰 歡迎收看1300華視五間新聞 新聞一開始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這一位是六歲的抗癌動士小溪 在去年十月呢 她是被查出罹患了DIPG腦癌第四期 甚至呢還被宣判只剩下一年的性命 而現在呢她在整個救命的療程當中 卻又遇上了疫情來攪局 好 5月13號小溪確診了 但是呢30號要進行這個治療前的PCR 沒有想到呢卻又是呈現陽性 可是呢13號的確診登錄呢 是沒有確實的來完成 這也導致小溪呢被判定說 30號確診還必須要再隔離14天 定好的療程現在也被迫要延後 可是呢她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癌症的病症 就讓爸爸非常的焦急 於是在臉書上面發文求救 台灣市長曾文菜發現了 她表示說第一時間呢 她其實有跟爸爸聯繫了 也給予協助 那麼目前小溪是住進了榮總 而且呢也因為是5月13號的救案 所以現在呢是可以如期的來進行治療 好 還要來關心的是 在屏東有一位陳小姐 她三個月大兒子確診了 送到了福音醫院去急診 等了兩三個小時 才終於有醫生看診跟拿藥 好 原本她想說要讓小朋友住院 但是醫院呢卻表示說 現在這邊的隔離病房是大人小朋友一起共用 而且呢在裡頭沒有空調 胃浴也要一起使用 這讓陳小姐呢就不敢讓小朋友住院了 因為呢小朋友又沒有打疫苗 要是跟確診的大人一起住的話呢 她擔心會引發成為重症 而現在呢當事的醫院呢出面回應了 她說家長恐怕是有些誤會 因為呢不管是確診的大人或小孩呢 都會住進專責病房 不會共住 而另外在彰化縣呢有一名確診的男子 她原本應該是要居家照護的 因為她的太太長期洗腎 她也很擔心回家呢要是感染給太太的話呢 那太太的病情加重該怎麼辦 所以她就不敢回去了 而她也詢問了彰化縣的防疫旅館 但是呢對方都只說只說 從國外回到台灣的隔離者 這也讓男子因此無處可歸了 最好只好睡在車上 那麼消失一出之後呢 衛生單位呢也表示了 現在呢正在替她安排檢疫場所 希望她不用再以車為家 好 至於接下來的疫情狀況 會怎麼樣來發展呢 好 其實我們來看到啊 到今年的5月底為止呢 本土的確診個案是已經突破了200萬例了 指揮官陳時中也表示說呢 全台的染疫率達到10%的話 就是疫情的高點 至於高原期什麼時候才會趨緩呢 有不少的專家都提出了看法 都認為說呢應該要開始走下坡了 好 包含像是呢 中國一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長的黃高斌 他就認為說呢 其實現在呢中南部地區呢 他們的高峰呢已經達到了 而且預估呢應該在端午之後呢 就會呢疫情開始往下走 預計最快有機會在6月底的時候呢 就可以呢恢復正常的生活 那麼台大公衛教授陳秀喜也認為說 未來呢在這一兩個禮拜啊 疫情呢是有機會呢是往下走的喔 而且呢這一個是目前是以18到29歲的年輕人呢 是最多的染疫的狀況 12歲以下的兒童也不少 但是呢只要說呢我們可以好好的來管制這個中重症的話呢 那麼接下來疫情是有機會可以流感化的 那麼像是呢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他也提出來了 他說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中南部的高峰呢已經快要達到了 那麼在6月的時候呢 全國的疫情就有機會可以往下坡 那麼7月的時候確診數量呢 應該會明顯的來下降 至於呢這個神經科醫師沈正南呢 他也表示啦 同樣他也認為在台南跟高雄呢 預計在今明兩天呢 應該就會來到了這個疫情的高峰 那麼緊接下來呢台灣的疫情狀況 應該就會開始往下走 好受到疫情的影響啊 勞動部呢最新呢新增了這個無薪假人數啊 結果統計下來是有1412個人 而且其中的6成呢都是住宿餐飲業的 那麼為了要振興觀光啊 交通部是向行政員爭取了60億的預算 好我們就來看到啊 其實呢包含像是接下來是有許多的優惠的 像是呢自由行的住宿若是平置入住的話呢 一次是補助800元的 要是符合上述這些條件的話 包含像是打滿三劑疫苗啦 還有環保標章等等的話呢 還可以再加碼哦 那麼最高呢是可以補助1300元的 那麼至於呢旅行社的特色旅遊啊 將會補助2萬元哦 而且呢是還可以再繼續做一些加碼 每一團最高呢可以補助到3萬元 至於如果想要去主題樂園玩的話呢 也會有啊這個平日三折優惠這樣子的一個 很划算的東西 好不過呢原本這一些這個預算啊 是預計在9月才會開始來使用的 但是呢現在業者就抱怨了 恐怕是撐不到9月 因此呢昨天交通部長王國才跟業者呢 座談之後也拍板要提前囉 從7月15號就會上路 好不過不用等到暑假 端午連假就快到了 你有安排行程了嗎 其實呢有很多樂園都推出了 限時的優惠 包含像是如果是6月的壽星的話呢 可以免費到花蓮遠雄海洋公園去 而六福村呢也有1314元的情侶優惠 但是如果想往戶外走的話呢 像是啊台灣好行也有移花東的限定優惠 只要呢是持有一些證明的話 車票還可以再打著200元 至於呢在佛隆國際沙雕藝術季呢 也登場了喔 那麼今年結合了很多台灣的文化 將不少呢大家從小看到大的霹靂布袋戲呢 做成了沙雕 也讓戲迷們大飽眼福 好 其他相機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這個汽車旅館 竟然有針孔啊 這個地點是在高雄小港區 有一隊呢這個夫妻他們入住了一處汽車旅館之後 才發現說啊用來固定電視的四個螺絲孔當中 其中有一個竟然是針孔攝影機 他們嚇壞了趕快去報案喔 那麼業者呢也是對這個警方公稱啦 說應該是先前呢其他的房客裝設的 只不過呢受害的夫妻認為說 就算是其他的人來裝設的 那麼業者也應該要負責啊 而且甚至還說啊這個業者對他們嗆說 老闆是檢察官希望不要把事情鬧大 好 不過消息一出之後呢 業者現在也來駁斥傳聞了 他們表示說不管是老闆或是股東呢 都沒有具有檢察官的身份 但是呢現在熊姊這個熊姊呢 知情之後呢也是連夜發出了聲明 說絕對會清查到底 好 來看到就是呢 有一名詐騙集團的成員楊姓男子 他疑似呢是私吞彰款喔 因此呢遭到了其他成員給掳走了 那麼成員呢就打電話給這個楊姓男子的家人 跟他講說必須要有200萬元 才可以把人給贖回 那麼家屬非常緊張 因此報案了 那麼警方就來到了雙方約好 要交這個款項的地點 也就是在西門町的鬧區 只不過呢其中的一名集團成員 孫姓男子呢 他遇到警方的時候是立刻逃逸 甚至不惜撞其他的車輛喔 最後警方是對空名槍才合力的將他們壓制 對空名槍才合力的 就是在西門町的地方 感谢观看